先大概demo一下啦 這個後面假如說我今天有 功能需求是 希望將那個樞紐分析表的結果 自動做 工作表的分割並且幫我產生一個新的名稱 大概就這樣 以前可能要做很多動作 但是現在如果我希望 利用程式幫我代勞 以後變成按鈕的話 感覺就會 還蠻有成就感 因為按下去就好了 不過你可能要知道怎麼產生 所以大概分成五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的話就是 在總表的 左邊 如果要產生一個樞紐分析表 裡面就自動幫我把那個 各個 這個所謂的客戶名稱 幫我列出來 然後呢 列出來裡面的值是銷售額的話 在這邊按下 按下之後的話 那這邊呢會 出現那個 所有的 比如說他的那個 客戶的名稱 那第二步的話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能夠 再把這邊 點兩下 這個點兩下 他每一個的 比如說值裡面點兩下 他會自己秀出那個詳細資料 那我們其實可以利用什麼 這個功能 但是問題我不知道 你知道城市怎麼寫的沒關係 你可以錄製 錄製完之後呢 其實點兩下 產生的東西呢 其實城市就是78月這個 其實城市只有兩行 兩行城市就可以搞定了 那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呢 要結合 剛剛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把城市呢 重新 再 跑一個回圈 基本上 他所有東西都完成了 所以第一個啦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產生那個 樞紐 分析的 這個聚集的話 那第一步的話 我先把這個刪掉一下 好 那我可以 第一個 你可以用那個 開發人員裡面的 錄製 錄製 那錄製聚集的話 請你把剛剛的動作 全部錄進 錄完 之後的話 其實就會產生這個按鈕 那我大概 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說我要產生 這個的結果 那第一個呢 我們可以 我拿 這邊的這個 這個來做好了 首先第一個 錄製聚集 那聚集名稱的話呢 也許我把它取名 樞紐分析聚集 想要這個地方的話 給一個 它預設名稱叫聚集1 那我把它改一下 也許叫樞紐分析 好 那再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錄製聚集 它的原理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 滑鼠鍵盤做過的任何動作 它都會幫你記錄下來 並且產生對應的程式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做那個 錄製聚集之前 你最好先踩排過 因為如果你沒踩排過 它就會是 應該懂得意思 就是你做錯的動作 它也會幫你 把它錄下來 並且產生程式 所以如果錄到一些 很不需要出現的東西 最後你可能錄了什麼東西 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盡量不要NG 所以你到底跟那個 錄影的道理一樣 所以你要踩排過 所以你可能要跟 先對一下細 確定沒有問題 再開始做 那做的動作 因為我剛剛已經做過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按確定 確定之後就開始跑了喔 所以呢 確定之後的話 一 我們先把 這邊插入一個 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OK 它 直接按確定 就是範圍找到 按確定 所以它會幫你錄一行程式 也許就是 把那個Source給它 那產生一個這個東西啦 這個東西叫Pyvate Cache Cache Cache就是它裡面會有一個 它還沒產生Pyvate Table 就是還沒變樞紐分析表 之前會有一個 Cache 就是快取狀態 裡面沒有東西喔 它快取狀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給什麼呢 給客戶名稱 然後呢 接下來把銷售額放在這邊 OK 那就完成了 所以呢 這樣子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 這個這個地方的話 做個什麼 做一個停止錄製 做完之後呢 你就再做一個停止錄製 好 這樣的話我們就有樞紐 剛剛就會產生一個所謂的 在聚集裡面 會有一個所謂的什麼呢 叫樞紐分析聚集這個東西 那如果說你要試試看說 你剛剛錄的OK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按下執行 那你就知道到底有沒有成功了 我們試一下 理論上如果你沒有NG的話 應該就OK 所以我把剛剛這個產生的東西 先刪除看看 然後呢 我再跑一下 不過 印象中好像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跑的時候 他有些名稱會 重新定義 所以執行的話 會產生一些錯誤 所以剛剛講過 增錯 那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 主要就是說呢 因為 我們的 這個地方 他理論上會 Add Add是一個新增一個工作表 到 目前的總表的 前面 但是呢 他的那個工作表名稱的話 有沒有 他 都叫 工作表6 所以這個就是可能會出錯的地方 那這個可能就是待會我要 跟各位講要 修改的地方 其實只要修改 一些地方的話呢 那待會這個問題應該就可以解決 不過上次 上課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問題說 可能不同的版本 他錄下來的程式 也不盡完全相同 所以 可能你 基本上如果2010的話 修改的流程是一模 但是如果其他的版本 你可能還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有沒有可能是 一些不同的那個 那個那個名稱 所以可能 要再看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 先把那個錄製聚集這部分 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如果我要做修改的話 改哪些地方 改的部分 我在那個我的 講義裡面的77頁 其實也有說明一下 改哪些地方 待會再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 怎麼去做修改 我大概錄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了 反正上面 這個是我錄製完的那個聚集名稱 裡面的話 大概 我把幾個可能修改 過 的部分 稍微說一下 第一個的話 就是說 我的 這個地方 有個叫SourceData 這個SourceData 指的就是 我的那個 工作表的名稱 是哪一個 所以基本上 因為我上面的話 假如說是這個地方的 名稱的話 假如說是Product 這個地方 錄下應該也是Product 不過我這邊好像有 剛剛有做修改 所以這邊假設 Product裡面後面的話就是它的範圍 它會自己去抓到 哪一列 這個R指的是列 第一列的第一欄 到第76列的 第768列的第8欄 也就是這個是一個範圍 然後它錄下來會自動產生的範圍 那再來的話呢 它最後呢 要把這個東西放在哪裡 那我們將來會放在 它預先產生那個工作表 比如說工作表可能已經產生好幾個了 那我其實 關鍵應該就是這個地方要改 所以我改的地方的話大概就是 把這個地方 改成一個 我們基本上 可以修改的 就是告訴它說 我要 放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工作表 所以未來可能要改 在我們的 講義裡面的那個第 77頁 其實我也秀出來 大概改了 幾個地方 第一個關鍵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幫我把它放到 就產生那個東西 幫我放到目前 因為它 總表的前面一個 那一定就排在第1個 所以這裡的話呢 給它一個物件名稱叫 SHITS SHITS實際上就工作表 第幾個的話呢就跟它講第1個 不過以後如果你順序 假如有變動的話 那可能這個地方 還要再做一些調整 裡面的那個哪一個位置 就是Range的 A3 OK那我基本上呢如果執行的話 它會幫我把它放在那個 第3個儲存格的位置 OK 然後呢其他部分我看好像基本上都沒有修改 所以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基本上 我如果做完之後 並且也修改完成式 那我們就執行 那當然未來你也可以 在這個地方 再加上一個按鈕 不過這個按鈕可加可不加 如果不加的話呢 基本上你也可以從什麼 從聚集裡面這邊去做執行 這邊也可以按執行 不過 顯然好像做個按鈕會比較方便 所以按下它之後的話 那它就會怎麼樣 幫我把剛剛的東西放到前面來 並且產生我要的這個樞紐分析表 OK大概是這樣 這個這個流程 實際上就是什麼 實際上就是幫我加到前面去 所以第1個呢我 把資料呢 當然我這邊還有修改什麼 在77月的 這個 第三 應該算 城市裡面的第3行 其實還有 多加一行城市 這行城市的話呢 就是讓那個什麼 讓那個工作表 自動重新命名 那這個意思是說呢 我新增了一個工作表到前面 但是那個名稱 也許原來不叫樞紐 那我就把它命名叫樞紐好了 所以這一行是後來加的 然後並且把 我剛剛的資料 放在哪一個呢 第1個工作表 所以序則工作表裡面的 Range A3 A3的話就從這邊放 那你會發現剛好從這邊 樞紐分析表其實是 從 A3到往下 其他的程式好像都沒修改 就可以自動產生到前面去了 如果已經產生了前面的東西之後的話 下一個步驟 就是怎麼樣 可以再錄製另外一個聚集 那個聚集名稱的話 也許 這底下有個叫什麼 就是 我要知道說 錄製聚集好了 比如聚集2 按確定 那我希望先取消一下 油標先放在外面 錄製聚集 聚集2好了 我先不要修改名稱 我如果希望知道 點兩下的程式怎麼寫 比如他自動跳出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我按確定之後 游標 點這邊兩下 他跳出來了 那再來 我可以 把開發人員停止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聚集裡面剛剛的那個聚集2 我剛剛錄的 編輯一下 那實際上 他裡面程式 這個上面註解符號可以拿掉 可以把它delazer掉 其實主要就是 只有什麼 這一行程式 B2 所以其實 如果你以後呢 要把這裡面的資料 秀出來的話 其實就是這兩行程式就OK了 意思就是 B4 點Slate 所以你如果產生那個表 然後呢 要另外存的話 其實只要什麼 游標放B4 然後呢 點Slate Slate會產生一個Selection 就是 游標放這邊 它會是Selection Selection裡面的話呢 它有一個屬性 叫做Show Detail Show Detail應該 可以明白意思 就是顯示詳細資料 等於True 所以未來如果說我 假如說要把這邊所有的欄 這一欄裡面所有資料都顯示成詳細資料的話 那我只要把這個4 跑個回圈就好 比如說 4 5 6 一直到9 For i 等於4到9 然後呢 把這個4改成i就好 他就會怎樣 一個一個的幫我領存 OK 那如果領存之後的話呢 他當然會是 工作人員名稱沒有重新命名 所以如果再把重新命名 名稱重新命名 加上去的話 那就可以 一鍵按下去 就可以全部 一次到位了 所以後面的話 基本上我 做完這個 之後 後面的部分呢 後面的部分呢 就是再加上 把 這個 工作表分割 但是沒有重新命名 所以我就是 再增加那個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之後的話 再把一些格式去掉 讓他變成 因為我看到那些 包花綠綠的 我都覺得不喜歡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 重新移除掉 看到的結果就這樣 所以請各位 先試一下我剛剛講的 就是 那個 錄製聚集 那個部分 並且把 程式修改 那修改的部分 大概就是兩個重點 兩個地方 請各位參考一下 那個77頁部分 喔